文艺之城李昆成 最后关头不断跟民众败票 虽然街上冷冷清清就跟天气一样 但李昆成不敢大意 因为他的对手 市议员李宇典跟彭佳云 来势汹汹 这名宝宝的妈妈 在去年5月疫情最严峻的时刻确诊 却没有办法进到隔离病房 四处寻求协助 彭佳云听到后伸出援手 最后母子军安 因此宝宝妈妈也特别在 民进党初选这一天 要来力挺彭佳云 近期遭受到的许多攻击跟抹黑 都非常为我感到不舍 也答应我一定会全力支持我 没有事实的指控 那当然对于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波折 大家还是相信我正向诚信 民进党三重立委初选撒卡都 26号晚间就要进行民调 各个把握机会最后冲刺 而竞争最激烈选区之一 台南第一选区 结果也出炉 郭政会最后是以37.9% 小叔赖会员43% 至于新北第四选区 吴炳瑞53.97% 大赢许文奇9% 团结是必须要的 团结不是一个口号 先扯到形式上的一个诉讼 所以我必须要再跟我的律师 再做一个探讨 虽然都表示要有实际的行动 来团结止息纷争 但用米皮刀刀剑骨的伤痕 恐怕不是一两天就能恢复 环宇新闻 林博涵扬指玉 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